现在吧,不管老年人也好,现在年轻人也好,对这个舞厅里的人像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取决你个人,对不对,哪都那样,不跳舞的人也不一定都好在家,明白吧,所以说我说这东西嘛,应该理解,有的人老年人,那不行啊,这里头没有好人,我要人品不好我不上你们电视台,我跟那里头现在乱七八糟人有的事,对吧 曾大哥说,虽然自己爱跳舞,但自己人品绝对杠杠的,尿布也不敢上电视找对象啊,然而说到找对象,说起感情啊,曾大哥又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了 我有女儿都上学上班了,上班以后 但是呢,这个事实已经出现的时候,不是我姑娘上班的时候,我姑娘很小的时候,我事实出现了以后,我又跟她在一起将近十年,让她有所改变 但是后者她,世心不改的时候,那就没办法了 第二次婚姻,我觉得按怎么来讲的话,就是我从我自己的心理状态也是抱负第一个媳妇 我俩认识的时间,也是我离婚了一年左右,我俩认识 但是我跟第二次婚姻,我俩登记了,我当大姑娘娶的,中午,人家二婚都是晚上吗 我中午,我办了,办酒席了 我俩登记了,然后她没有养老保险查,必须交啊,我对你负责任嘛,对不对 那我觉得你对她挺好的呀,你们之前怎么还分的呢 看你挣钱多了,就这个那的,对不对 我挣钱多的时候,我也给你多了 我原来给你几百块钱,啥事都没有五年之内 那为什么我挣得多了,倒有毛病了呢 对于过去两段失败的婚姻中,谁对谁错,曾大哥不愿过多提及 她只是觉得自己在感情方面很失败 因为在那两段感情中,她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也没有体会过幸福的滋味 如今截然一身的她,更是孤独压抑 你是不是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挺孤单的 对,就是这种孤单,有的时候这种孤单感 胜过于别的什么东西都是 每个人你有的时候,你已经完了完了,我输了,可以 他强的一面,他肯定他有脆弱的一面,对吧 我是啥呢,我不差钱,我也不差身体不好 但是呢,有一种孤独的感觉 提到自己一个人时,曾大哥几度哽咽 从哽咽中,我们能读懂曾大哥的孤独寂寞 也更能读懂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干净利索一点的,有演员的 一瞅这个人比较顺眼的就行了 这边我们认识了爱干净,怕孤独,想寻找幸福的曾大哥 那边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有气质,同样也想寻找幸福的刘大姐 你今年多大?我今年58,不像,完全不像 我发现现在真是完全不像,就说跟我同岁都有人信誓 你得拉倒了,太会说话了 真的,而且今天你看这个体型身材,这个发型真的是超级时尚 刘振英58岁,退休金1500元,散偶,住房面积90多平米 你现在在哪卖布装?在黑水路 在黑水路,自己做的买什么?就算是吧 算是,有床子,一年一交钱吧,商场 初见刘大姐给咱红娘的第一印象就是好身材又时尚 这也跟刘大姐的工作有关系 因为刘大姐现在在黑水路批发市场,自己租床子,卖服装 今天啊,她也是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提前关了一会儿店,回的家 哎呀,好大,好宽敞 还行吧,也不是宽敞的,把一门和和的,收拾完了 姑娘自己有房子,在黑的路附近 我在这边住 这个房子得100多平吧? 没有,建筑面积是98.000 哎呀,好宽敞,好明亮的感觉 行啊,而且真干净 我就喜欢啥的,屋里干干净净的,不喜欢的都乱走 嗯,啥时候都这样 那是,那是卧室,北卧室 嗯,嗯,这边是南卧室 哎,我发现你这个房子的这个被罩都很乍眼啊 啊,我喜欢,那房间喜欢新鲜一点色 嗯,嗯,嗯 我原来买的就是那个,那样淡点颜色,葡萄屋里感可救 嗯,这好乍眼啊,这边是透绿,那边是透盒 嗯,对,然后这药就喜欢那个,反正喜欢亮一亮 进刘大姐的家里是既宽敞又干净啊 而且看刘大姐这床夫的,跟红娘在曾大哥家看到的一样啊 都是一点褶皱没有,满满蒸蒸的 刘大姐说啊,自己就爱干净 除此之外啊,那就是爱穿,爱美了 这是我穿戴的衣服,嗯,衫啦,裙子啦,完了就是夏天的 嗯,嗯,像这个裙子这都有,嗯,这样 姐姐这一样,这都是,反正我觉得挺喜欢穿戴的 所以说穿戴这个事,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穿戴的吗? 那对,小小不点就是这样,因为好像我随我妈,我妈就是比较时尚一点 反正就干净,利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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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岁都可以那样 是吗?啥都我就得洗利索索,穿白白针子 嗯,你看像这个地方,我呢,我这个都是洗拿的 受妈妈的影响,刘大姐从小就爱穿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从事的现在卖服装的这个工作 说话间啊,这刘大姐就换上了自己新入手的衣服 这是,这是时尚的新潮流啊? 潮潮流,随便 这个是,就是经典的新款,嗯,对 那你一般就是看上衣服就不有用吗? 那也不是,还是倒计换一件很正常,也不是说总买 爱穿,但不乱买,这是刘大姐的准则 刘大姐说,自己绝对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我过日的方面,一般人都不是我会过日子的,可以这么说 你还说? 特别会过日子 怎么会过日子? 啊,什么吃喝啦,就干啥啦,穿带啦,啥 这方面都得节省一点,嗯,买是买的,就买差 比方说我就买那个靴子,冬天穿的靴子,嗯 啊,我都到时候打折了,像这时候去又笑又,那时候又打折就买打折洗,特贵的时候咱也不去 嗯,那你平时就是除了爱穿点之外,还爱干点? 回家听听音乐,在个收拾收拾屋子,我是比较宅的,宅的人 除了爱穿点,没啥别的爱好了,下班啊,就宅家收拾屋子,听听音乐 刘大姐说,想要正经过日子找对象的,找自己呀,就对了 我家那个是17年没有的,17年没有的,完了吧,她就爱喝酒 那她17年的时候是突然就离开的吗? 不是啊,她有糖尿病了,糖尿病在总喝酒,喝完酒之后就是转成那种,像尿毒症了,综合症那种了 总喝酒,就下楼那一口,比如说,就是接你那一会儿,那有个矿泉水平了,就老村长酒了,就喝多了 就这样,她要不喝酒,其实我俩同岁,她要不喝酒,就这年岁多好,是不是? 就要喝酒,也住过不少资源,完了后来就没有了,17年没有了,完了后来姑娘说,妈你自己给租那么大个房子挺大的 不行,找一个吧 2017年,丈夫去世之后,刘大姐一直一个人生活着 而姑娘啊,在这几年中,也担心老妈一个人生活太孤单了,就张罗着啊,让刘大姐再找一个 正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原来不晚的节目,所以刘大姐啊,就报了名,想要勇敢的寻找一下自己的幸福 工资三千以上,干净利索,其余看眼缘 红娘觉得啊,这曾大哥倒是符合刘大姐说的这两点,而且他们两个年龄一个59一个58也相仿 所以啊,想让两人见解,看看这演员能否对上 因为之前红娘跟曾大哥说过,刘大姐啊,喜欢干净的人 所以刚一见面啊,曾大哥就主动提出,让刘大姐检查一下自己的班车卫生 挺好的,干净的 从刘大姐的话中能听出来啊,对曾大哥干净的认可 曾大哥说,搬车卫生是这样,那还得让刘大姐检查一下自己家里的卫生 很小的卧室 哪是你干净的意思 不是 就这个很老 很早 因为我进来的时候 我自己就告诉人家 怎么着怎么着 没用什么设计师乱找的 你把衣卫让大爷看看 你看看你的衣 我觉得这是你的周围 哎呀 好吧 你这 立所人 赖立所人 设计这个都是喜欢画的 你看这边的裤子 你再让他看个裤子 那个柜里的裤子 半衣袖是半衣袖在这边 裤子跟那边 是挺乖 干净 一般男丁 这两天太少 是吧 就有什么感觉 这人干净利索就行 还整理过日子了还行 不过个儿不咋算 太高 他不是人吧 第一眼嘛 还行 因为他比较干净利索 所以说我对他认想挺好的 对于干净这事啊 刘大姐挺满意的 对于曾大哥的第一印象呢 除了暂时觉得个案以外呀 你没挑出什么大毛病来 曾大哥这头呢 对刘大姐的感觉也挺好 这算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呀 问这事儿 会不会包饺子 你会 你会擀瓶就行 实际我都会 擀瓶包都会 包的饺子 烙饼呢 我特别爱吃饺子 什么做菜啊 什么跟我肉一相处 这都不成问题 我会 真的会 太难了就不行了 太奢侈 你为啥这么问 要问包饺子这事儿啊 你不会啊 我不会擀瓶 但是昨天我输了一嘴 现在你连拉太扯 我可以擀瓶自己吃 但是我那不是擀瓶啊 而且我擀瓶还挺快的 工作三四个人 吃啊 对 我头孙姐 还买了一袋面 到底他没打去呢 因为爱吃饺子 所以曾大哥问刘大姐的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会不会包饺子 而且曾大哥说啊 对于包饺子这事儿 在他这儿啊 还有点小故事呢 这个吃饺子是有说的 咋说的了 那个我说好一个对象呢 坐这 我的原配吧 坐这 我去你为啥 我说话都是实验的 我那时候就跟我妈俩说 嗯 因为都一个单位的 我的妈呀 等下进入屋的话 你就像中的 把你包饺子 两个人一起捏 把老人有能说的 啊 你要不喜欢的话 你要先不动的话 你就别吃事了 我这就扫包 嗯 妈妈 那天 你去我了 小路啊 买点菜去 包饺子 啊 你说饺子那个 这乡中的 进而先包饺子 哈哈哈 但是我 我今天我 因为实话是说 我这个是用饺子 因为我爱吃带馅的饺子 曾大哥领第一任妻子 见家长时 他就让老母亲 用吃不吃饺子 来表达父母的意见了 可以看出来 曾大哥对于饺子的热爱呀 而后曾大哥 直接跟刘大姐 说起了自己的感情经历 我跟你说 我实话是说 我离了两次 头一次是零五年 那个是颜配 然后我跟这个 又过了十三年 登记了 这个或者这个 前面咱不说了啊 嗯 因为都在场局住 他对于错 我不想说太多 毕竟是我姑娘的嘛 对吧 嗯 但是这个我说一遍 因为我俩这个属于就是福利分房 我能把房子留下 你应该大伙 谁能不能塞得咋个事 因为毕竟她是我姑娘的妈妈 她再对再错 这么多年过去了 对吧 第二次婚姻是 我想 头一次零了以后 一年左右吧 我俩认识 第二次婚姻这个 她隐瞒 隐瞒太深了 她隐瞒太深了 你两个人 你必须得有一定的 就是她的那个尊重 互相尊重 就我俩登记了 我没花过她一个年 她给我买个身上 这是她给我买的身上 出外买一个身上 我就给你 我曾经跟她说过 如果你要能给我送到此 这个房子 因为我没什么亲人 对吧 我长生是出过姑娘以外 没有 还有一个姐在上海 父母都没了 我家原来最早六个人 现在就我和我大爷 比我大十二岁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说到山崭的地方了 说到姑娘 刚刚挺能处 我爸再说这句话 我啥也不差 姑娘不用我操心 我自己感觉 我条件比较不错 上午好下午笑 我啥也不欠你了 你就只要你对我好 你要 你要是奸的 你把我糊弄死了 你随便 你让我睁着眼睛的时候 你瞅着你得这就行 你不是 你跟谁拉着客人就哭 那是正看什么 牙医 特别牙医 那是真牙医 我觉得这个疫情 捐的你啊 人不是爱捐的东西 你捐了狗 你到一定时候 你还得出去放浪 对不对 人不是 所以你越发感觉孤独 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 亲人呢 又所剩无几 一有个头疼脑热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再加上 今年突然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所以啊 曾大哥不能出去工作 只能宅在家里 这一切堆积到一起 就会让曾大哥觉得压抑 所以他情不自禁的就哭了 对此 刘大姐表示理解 这边对于曾大哥的突然哭泣 刘大姐刚缓过神来 那边曾大哥又说出了一件事 又给刘大姐震惊到了 我前一段时间 我这个第二个婚姻 我就是一行呢 躺在床上 我给他打过一次 我吃饺子 给我 抱点饺子 我不行 我胳膊疼 前一天拽了 我俩两天没接受 就留了 两天没接受 你俩现在就说离婚了 离婚 有的时候 你俩有的偶尔也 一个电话 两年我打了一个 最后两个电话 而且几句话就完事了 第二个年 上到家听着说打电话了 最好不联系 或者说联系电话没有 微信都没有 行 你要是联系了 那咱是不是 偶断思连 这曾大哥突然聊起了 给第二任打电话的事 这让刘大姐 有点接受不了了 刘大姐说 自己就想找个人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跟前任 偶断思连的 他可接受不了 因为你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是三偶的 对 对呀 我三偶一点什么什么的想法没有 比方说认识我俩 咱俩来吧 我说偶尔的时候 你又相信你第二任这个戏 那就是就不好了 曾大哥说 他之所以能把这事跟刘大姐说 也是跟刘大姐交个底 不藏着掖着 而且跟第二任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要不然也不敢报名上节目 这点让刘大姐一定要放心 随即一直没咋说过话的刘大姐 也问起了自己比较在意的问题 比如说俩儿生活 你的公知是一直怎么 怎么回事 是俩儿在一起 爱一致 他就是说上个叫女方 你叫女方管家 我是这个类型 我反对爱一致 但是我不能全放你 作为男人来讲 我到底还必须得有 至少一千块钱以上 他相忠我 我相忠他的话 我可以给他管理 但是我自己 你必须得有一定的钱再给我 你必须说我全给你 那是不存在的事 两人对于工资的问题 基本达成共识了 而且聊到现在 咱曾大哥是对刘大姐的印象 越来越好 越来越满意 他说他放的 这已经就是给他在加分上了 对吧 那一个第二来讲 我喜欢爱吃饺子 他会包饺子 对吧 这也是这样的 刘大姐这头呢 始终对一开始 曾大哥联系过前妻的事耿耿于怀 而曾大哥那边呢 对刘大姐是百分之百满意 因为之前他家的老规矩啊 见相亲对象 满意就要吃饺子 于是曾大哥提呀 想让刘大姐给自己包炖饺子 那刘大姐能同意吗 那个包饺子可不可以 不想脸头上外头试去了 嗯可以吧 今天咱们包两样行不行 一个韭菜鸡蛋 一个芹菜肉 因为咱有肉 正好昨天买的 你喜欢吃啥馅 今天咱就喜欢吃 你吃两样馅都可以 无理由啊 是咋的还是 买的